欢迎收看由围棋TV所播出的围棋林基础教学 在上一节课呢 我们讲了一些关于演的知识 在这节课呢 我们来看一个新的问题 有人说了 棋子放在棋盘上以后呢 他做了一个试验啊 比如说像这样的一个棋 然后呢轮到这样的黑棋先走 黑棋走完以后呢 没有吃掉对方 他说他按照我说的去做了 但是并没有吃掉对方 我们来看一看到底是因为什么原因吧 这样子呢轮到黑棋先走 黑棋走这个 然后呢他说这边走完以后呢 只要我接下来再走一步棋 就可以把对方吃掉了 问题是下围棋不能连走两步 这样不科学是吧 所以呢在下棋的时候呢 我们需要考虑对方会怎么办 下围棋一定要想想对方会怎么办 才可以让你慢慢的去提高 那这个时候呢 我们来看一下白棋往处跑 他说白棋这边有三口气了 这样吃不掉对方了呀 我们来继续看 这个黑棋呢 按照前面教的方法 去堵住对方的气 然后呢白棋继续 这个让自己气变多 往处跑 那我们来看一下 白棋有一二三四口气 那很多人呢 在刚开始下围棋的时候呢 很容易把这三颗棋子呢 跟上面这个白棋 看作是一棋的 他呀并不是一棋的 因为呢他们并没有连起来 而这三颗是连在一起的 所以呢想吃掉这三颗棋子呢 就要把这边堵住就可以了 那我们继续来看 黑棋呢继续追 白棋呢继续跑 这个气呀好像变得越来越多了 一二三四五 那继续追 继续跑 一二三四五六 我知道那个我们很多人呢 没有办法把这个六口气全部堵住 那包括任何人都不行 还没有办法呢 所以呢我们在这个 想要吃掉对方的时候呢 还是需要一些技巧的 今天呢我们就一起来研究一下 棋子的一些技巧跟方向的问题 说到方向呢我们来观察一下 现在呢黑棋有两个方向 分别是A位跟B位 那么作为白棋呢 想要吃掉黑棋的话呢 我们有一个办法 就是特别的技巧 把对方呢赶到这个边上去 哪个边呢 就是B位这个边 在这一圈这个边上呢 我们把它叫做死亡线 我们可以看一下 黑棋呢在这个位置的话呢 它会有一二三四口气 黑棋呢如果在这个位置的话呢 它只有一二三口气 那这一条线呢 我们把它叫做死亡线 就像沙漠一样的 我们人到了沙漠以后呢 这个会口渴 会难以生存 棋子到了沙漠以后呢 它呢很容易被吃掉 作为白棋的话呢 我们可以下载这个位置 走完以后呢 黑棋只有一个方向了 黑棋如果一定要跑的话呢 是跑不掉的 跑完以后 有两口气 那作为白棋呢 可以去吃它 也可以不吃它 白棋如果继续吃的话呢 黑棋只有一口气了 这个时候黑棋再跑的话呢 会被吃掉 所以用刚刚的方法呢 我们可以把对方给吃掉 把对方赶到死亡线上就可以了 那如果我们作为白棋 下载这个位置的话呢 黑棋会往A位跑 跑出去以后呢 黑棋就变成了一个方向 两个方向 三个方向 那接下来呢 就很难抓住了 好的 我们来看一下 关于棋子方向的问题 那在下围棋的时候呢 我们想要包围住对方的话呢 除了堵住对方的气以外呢 还要注意它的方向 现在下边的两颗白棋 有三个方向 它可以往左边 这两个是一个方向 还有往下边 还有往右边 那么这三个方向呢 我们想要吃掉对方的话呢 可以慢慢的 让它的方向变得越来越少 把它赶到这个死亡线 比如说 作为黑棋 下在这个地方的话呢 就可以封住它 往左边的方向 对方呢 想从这边跑的话呢 我们可以把对方给关起来 接下来对方的方向呢 就只有这边 跟这边了 它的方向越少的时候呢 越容易被我们吃掉 如果我还被封住以后呢 没有两只眼 很可能就被我们吃掉了 好了 接下来进入我们的实战环节 对局开始 好的 我们进入了实战环节 这盘棋呢 我是黑棋 对方是白棋 在下围棋的时候呢 我们通常需要先保护好自己 才能不被对方吃掉 好 我现在呢 开始把对方的路慢慢封死掉 他走这个 走这个的时候呢 我可以选择先把自己保护好 用这种方法呢 快速的让自己跑出去 让方向变多 就不容易被吃掉了 对方走在这边 不过这个棋呢 可能会被封开 这边呢 我采用一种方法 让它不被封开 走这个 它如果走在这边的话 我可以连起来 没有关系的 走这个呢 我把这两个棋子救一下就可以了 好 接下来呢 我开始选择进攻这两颗棋子 那我往这边走 慢慢的封住它 往这边去的路 把它往这个方向去赶 嗯 现在呢 对方这三颗棋子呢 可以看作是一起的 它的方向分别有往下边 还要往左边 还要往右边 那我走这个 这个不让它往这个 右边跑 同时也在让自己的棋子的方向变多 嗯 好了 接下来我往这边去走 把这三颗棋子包围住 因为我们吃掉 这个 五颗棋子就赢了 这个 把它关进去 不能让它跑出去啊 好 现在呢 它还有 两口棋 我先吃它一下 看看这两颗棋子 走在这边 现在呢 我们再来看一下 这些棋子呢 它有 一个方向 两个方向 这个方向它出不去 因为这边有我的人 它走这个我可以连起来 所以我只要把这个方向封死 就可以把这些棋子全部吃掉了 黑中盘上 对方也是认输了 那接下来呢 我们也是进行一个错误的示范例子 在平时下棋的时候呢 我们想要把对方做成一个网 包围起来的时候呢 一定要注意对方的方向了 那在看完方向以后呢 一定要注意棋子 不要被割得四分五裂的 就像你做一个网 如果这个网是破的的话 是抓不住鱼的 接下来我往这边走 这个就是错误的下法 走完以后呢 对方这三颗棋子 它的方向变成了一个 两个 但是呢 我这个棋子跟这个棋子 想要做成一个网是不可能的 因为对方呢 这个地方太宽了 封不住 所以这个方法是错误的 我先保护好这个棋子吧 看看对方还有什么好的办法没有 好 对方走这个 那接下来呢 我继续来做这个破网啊 破网其实是封不对方的 那走在这个地方 这个网呢 一点都不结实 当对方从这边跑出来的时候呢 我是挡不住对方的 这个棋子要被吃掉 如果我挡在这的话 所以我只能继续跑出来 那这样的一个网呢 变得四分五裂的 这个是很糟糕的一件事情 对方现在又跑出来了 它的方向变成了一个 两个 三个 那在下棋的时候呢 像这种网 如果是四分五裂的话呢 不但抓不住别人 反而可能会被对方给反抓住的 好了 接下来我继续跑 这些棋子呢 很容易被抓住的 嗯 我也是没有办法 这个网已经破开了 这种棋其实是很难下的 好 对方现在开始惩罚我了 他走在这边呢 就是让这个破网呢 要被分开了 所以我现在没有办法 好 这边呢 我们去来看一下 这个棋子如果我跑 其实是跑不掉的 我们来看一下 他会用什么方法把我吃掉 他走这个 继续跑 前边呢 我们学习了一个方法呢 就是死亡线 在这个地方呢 就是死亡线 那么对方呢 从这个地方继续来吃我 他可能要把我赶到这个死亡线这边去 那我们怎么样走呢 正确的下法呢 当他从那边走的时候 这个棋子跑不掉 我们就不应该跑了 现在呢 对方已经把我赶到死亡线了 这个地方我跑不掉了 所以在下棋的时候呢 如果要做网 不要做破网 如果棋子被赶到死亡线的时候呢 像这样的棋 想一想 到底能不能跑掉 好了 这盘棋呢 我也是跑不掉了 这个输掉了 黑中盘上 好 感谢观赏 感谢观赏